全油管最快新闻,澳大利亚一位杰瑞,格雷来信给英国外交官克莱福利,表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说法都是不真实的。 格雷是在中国居住了20年的外国人,通过亲自骑行3万多公里与当地民众交流,他认为中国在农村和新疆地区取得了巨大进步,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误解。 格雷表示,中国致力强调协作和民众参与,这是西方民主无法想象的。 他还指出,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,预期寿命也超过了美国。 格雷呼吁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,而不要被误导。 此信表明,中国并非敌人,那些将中国定为敌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对手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